社区志工一直以来都是推动社区最大的动力来源 而为了要让服务与照顾更加落实 特别于草屯镇佳老社区办理志工基础及特殊训练 目的是希望能够增进本身的知识 提供社区长辈更好的照顾品质 志工基础训练就是要加强我们志工的 服务的态度 服务的精神 跟应该要做什么工作 这就是说现在有听老师 对我们感慨来说我们应该要以什么态度 来对我们这些居民 那些长者要怎么去服务 这就是以上就是老师今天教我们的口 我们来参务这里 我们是南岛官这里有一个小区 有些有幸福的人 希望我们如果有幸福 对我们是要参加我们的道理行列 我们就会说来尽量来参务 来听这些知识 透过讲师生动活泼的解说 让参与的社区志工们都能在轻松的学习氛围中 学到专专专业的知识 老师讲解很活泼很活动 我们就要增加我们一点知识 老师讲的我们也听得很清楚 也许我们一天也会老 现在帮助老人家 以后我们也会让人家帮助 就这样子 所以我会当很快乐的志工 他今天教的是说深入浅出 然后把这个所谓我们志工的观念概念 就给我们的学员很容易的去了解 先议员林永宏除了感谢这些平时默默付出的志工 也希望藉由讲师的解说 能让志工们学到更多的知识 就培训的过程跟机会 可以从经验来传授培训 未来新的一代的一个志工 做一个经验交流分享以及培训 我相信 志工是我们所有的社区 做不管做观点据点 还是做长照2.0 最主要的一个人力 所以我们要来感谢我们所有的志工 有这种心 提取借由本市志工基础及特殊训练 能让参与的志工们将知识消化带回社区 为长辈提供更好的服务与照顾 记得六圣草屯采访报道